欢迎收看谈期论权 我是馨宜 我是志伟 节目一开始呢 请拿起你的手机 扫两下这个QR Code 是我们志伟老师的Lite Ad 有任何的问题 在这个Lite Ad里面 都可以来跟我们做互动 还有可以连接到我们的YouTube 都可以看到老师 过去的一个视频教学回放 那今天我们要延续昨天的话题 选择权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时间价值 那我们来请志伟老师 来跟我们继续的来深入 时间价值是什么 好 我们说在金融商品里面 只有选择权 你可以体认到时间真的很贵 我这边会举个例子 就是说二月份的选择权 现在是二月嘛 对 对 好 二月份选择权 到到期之前 价值多少钱 你知道怎么看吗 到期之前是未平仓的吗 就 对啊 就是还没平仓嘛 现在就是 我买个选择权到到期 这一段期间 我的时间到底值多少钱 不懂 不懂 好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我特别呢 把今天收盘的选择权 哎 这报价拉出来 这二月的哦 大家看 今天收盘了嘛 所以它本来是剩23天 对不对 所以应该剩22天 好 因为今天结束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呢 这个报价 就是这样 对不对 我们等一下个别来说 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好了 好 我们注意看哦 在这边 好 我先算 哎 我特别把今天的日期 标出来 对不对 离二月到期日 有22个营业日 怎么看 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二月的第三个礼拜 三十几号 二月16号 对不对 所以二月16号 那天是最后的交易日 所以说这个礼拜 剩6天 到下个月 有16天 就加起来 22个营业日 OK 这样知道了吧 好 22天 值多少钱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特别呢 把17000 为什么 因为他收17678 对不对 期货嘛 好 那到底有多少时间价值 我们来看报价 17600的是 这报价是怎么样 call在这里哦 call 对吧 403 好 put呢 327 好 我说时间 这 他的时间价值怎么看 我直接举这个实例来跟大家讲 所以有没有价值呢 就是说我现在假设我直接去履约好了 现在是17678嘛 对 好 假设我现在17678 履约是17678 那现在是报价 我现在买call的话我会拿到多少点数 买call的话403点 那现在的报价 我说假设今天到起来 78点 是不是有78点 对 所以说可是我现在call的报价是403嘛 403 那我可以实际拿到的是78点而已 对不对 对 所以剩下的就是时间价值 325点 OK 那我倒过来 那1760的put有没有内涵价值 就是我直接履约拿不拿得到钱 是不是比他还低就 比他还高就拿不到 对 对不对 所以说剩下的全都是什么 都是时间价值 所以两个加起来是几点 652点 好652 那一点多少钱 1点50块 等于说我这整个时间价值值多少钱 32600块 那我平均一天 时间过去我会少掉多少钱 1400 等于说我32600块 22天后假设点数就是这样收好了 我这32600就不见 对不对 那我现在平均 OK还要22天 所以我平均起来除于22 所以我一天会少多少 是不是快要1500块 等于说 哇我坐在那边等 只要点数不动 我只要卖了 对不对 我收到钱 点数不动 我一天可以收快1500 哇好好赚的感觉 对不对 确实是好好赚 OK 我在20年前 我就是做这个事啊 每天在那边收钱 大家想说 哇这么好赚 应该很好赚 我说不是这回事 因为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点数会动啊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最困难的一点 OK 所以说因为点数会动 可是我做卖方的人 我有什么时间价值的优势 所以我赚得到这个钱 懂意思吗 这样你就知道时间有多贵的吧 一天你什么都不做 哇坐在那里 钱就消失了1500块 哇差好多 而且重点是这几天 还有那么多天放假 是啊 对不对 10001500 是 所以说可是 做卖方的人的重点在哪 你要承担这个波动的风险 对 这是最大的问题 对 所以说你说做买方好 还是做卖方好 不一定 没有绝对 因为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所以说你自己要决定 你要做买方还是做卖方 老师是之前做卖方 因为我觉得这个实在太好赚 人家说做卖方 收租一样 没错就是收租 一天收你1500 等于说我出租一个客房给你 对不对 老师那做卖方是不是 本金要很多 卖方贵 贵好 像我做买方对不对 假设我买一个50点的好了 50点一口才多少钱 50乘50 才2500块 OK我只要准备2500块 可是我去卖了一个50点的 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 差不多要花2万块 保证金 对 差不多你要压保证金2万块 为什么 不小心给人家中奖了 怎么办 懂意思吗 所以说 变成说我做卖方 我的本要够 等于说我足足 我必须要多准备的话 几乎8倍的成本在里面 才可以 是 所以说这个部分 大家一定要了解 卖方没那么好做 你一定要够了解才行 开采券房成本就要高了 超级高 对对对 来我们看一下 所以说我们来看 我说 时间价值 要不要算 像我们刚刚一开始用算的 对不对 要不要算 我跟你讲 不用算 我这边是要用算的 对不对 对 我跟你讲 不需要算 我们用看了就看出来 我跟大家讲 怎么看 为什么 因为这个说实话 我也是自己看出来的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是这样 大家自己看 我们刚刚算到17600 对不对 对 好 我们刚刚算时间价 325 对不对 这个边是 这边是327 对不对 好 直接看 我们看到这个是所谓的 选择权的T字报价 就是像一个T字型 OK T字报价 你看 买卖权一起看 数字比较少的那边 就是所谓的时间价值 数字少的那边 就是时间价值 好 17600 比较低的这边 这两个就是时间价值 那比较贵的呢 17700以下 OK 这边就是时间价值 看到没有 有没有一眼就看出来 时间价值 你要不要算 不需要 我那时候就每天在那边看 然后每天在那边卖 然后每天在那边收钱 好像很好赚 可是你要留意啊 钱没那么好收 OK 因为老师赔过钱也赚过钱 我连赚十个月 就赔一个月 赔一个月我就很痛 为什么 因为我就把差不多三个月到半年的 赚的钱都吐回去 很辛苦啊 所以说这个部分不是随便人可以做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 可以扫吗 可以扫我来我们来讨论 OK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说 那到底 假设我是做买方 我要买哪个旅约价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啊 我觉得是会跟期货的方向 OK 去看多参考 期货多参考 OK 我跟讲 大家在选这个买进来的旅约价的时候 都会想说 我要买那个上百点啊什么的 我说你要做选择权的重点来来 假设我要做买方 我是要赚倍数的 对 那我倍数我可以买很贵的吗 没必要吧 是 对不对 所以我一定要买什么 够便宜 我建议买20到50点的 对对对 就好了 你才有机会赚那个10倍啊 5倍啊 以上嘛 对 你要买那个200点好了 你怎么赚那个5倍10倍啊 很难好不好 所以你的3200就是从这边来的 对 你知道买这个就好了 好不好 更便宜的话比较不建议啊 为什么 其中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 只要涨了100点 我这个选择就翻倍了 等于我涨了100点我就已经保本了 对 如果继续发展我就赚大钱 我可以赚好几倍 OK有机会 所以说OK 那如果说走势不如预期 我出场的时候都还拿得到一点钱回来 假设只剩5成 拿回来也是钱 懂意思吧 好OK 然后另外一个 如果说买更便宜的8.9好了 那问题是你手续费跟税金要不要扣 要 光是这个成本就占了 这个8.9很多了嘛 所以说不建议好不好 成本还是要考量在里面 所以说你在这边要做这个交易的时候 建议十几好了 十几点到50点之内 不要买太贵 买太贵你就失去做买方的意义了 了解 好不好 这边应该可以理解 再来 我讲到做买方嘛 那做卖方呢 你要卖哪一个 不知道 OK 我做卖方的用意是什么 就是为了要收钱 那我要收什么钱 收对方 买财卷人的钱 买方的钱 那可是你要想办法收更多 对 所以你要收什么 你要收的 我们做卖方的 就是要收时间价值 所以我一定会选那个时间价值 最多的那个去卖 为什么 因为我这边做 这个叫做以代币 做得等钱 来要做以代币 OK 不是做得等死 是做以代币 做得等钱的那一种 那要卖什么呢 时间价值最高的 他的问题是什么 说我卖方就是 就是要收买方的权利金嘛 对不对 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提的那个 17,600那一个 对 我可以赚那3万多块 我有机会 只要他不波动 我就赚钱 对 没错 态度上是这样 所以我要想办法赚那个权利金最高 好 那所以 你一定要怎样 我们要了解说 选择权的权利金 是什么 内涵加时间 所以说我 卖方的主要要用 就是要收到这个时间价值 你不要去管涨跌 我就是要收这个钱而已 态度上就是说 你一定要 想办法收到这个时间价值 最高的部分 所以你一定要选什么 选那个价值的部分 懂意思吗 所以说 像这边 我这边之前举的例子 我这个是之前的例子 因为那时候还不到一望点 那我们以刚刚的例子来讲好了 就是以刚刚的例子 来看 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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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假设我现在要收权利金 我要卖 谁可以收最多 我要收时间价值 我要卖谁 谁最高 假设我这边框起来 就是时间价值 哪一个最高 一个是327 对 这边呢 344 对不对 你要嘛就是卖 这个 这两个 对 因为你可以收最多 所以说你要卖 你要赚时间价值 就是卖价平 为什么 因为你收到时间价值最高 对 如果你要买记得不用买那么贵 你要买的是那个 几十点 50点以下 50点以内 你才赚得到倍数 这样懂了没 懂 OK 加油 下次你也有机会 看你要做买方做卖方都行 好期待 我还是要做买方好了 OK 我还是要三千两百块赚八千一百块 两百五十倍 250%的 OK 所以说今天大家就知道说 什么是时间价值 对 时间有价 生命无价 OK 今天节目基本上就到这里为止 这样好 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 扫描QRCO打电话来问 我们这边 只要你对于选择权 你对于期货 想了解的 我们也有开课程 你都可以来跟我们咨询 好不好 扫描这个QRCO 还有按赞订阅分享 小铃铛开起来 好 我们今天还是感谢我们志伟老师 好谢谢 那节目最后呢 我们感谢各位的收看 那最后我们祝大家 新年快乐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